八卦杂志上面编的故事 我也很生气地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写 但后来外面思考了一下 就可能写这些东西的人 他们跟我也没什么身受大恨 只不过他们工作所需 我感觉这是对你不公平的 baby一直都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因为初中的美貌 她从一出道就备受关注 尽管网上关于她的整容的争论一直不断 但是许多人都表示 baby在颜值方面确实眉得黑 今年在亚太最美面孔的榜单中 长盛将军baby又再次上榜 不得不说baby的颜值确实很能打 不管是哪个美貌比赛baby总能入围 除了baby之外 跑男团的热巴也成功入围了 这也是她第三次入围这个榜单 其他还有杨幂 赵丽颖等明星也有入围 说起baby的颜值 不仅在国内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在国外baby的人气也是很高 之前baby就受邀 作为韩国妈妈颁奖典礼的嘉宾 可以看到这时baby一席黑裙加身 白皙的皮肤看上去很是精致 再加上本身特有的东方气质 让许多网友都为之心动 除了拥有一副漂亮的脸带以外 baby的身材也是很好的 之前baby出席活动的时候 就穿了一身粉色的羽毛裙 看上去非常暖和 可以看到baby穿上后 整个人都越发的有气质了 再加上本身baby的好身材 驾驭这种略显臃肿的裙子 也是不在话下 因此许多网友都被baby惊艳到了 只是礼服好看是好看 但因为是抹胸的款式 再加上没有刀带的支撑 羽毛太沉就很容易下滑 所以baby在走红毯的时候 就会用手小心翼翼地 把裙摆放在地上 可是在裙摆放下后 可能因为羽毛还是太沉了 所以baby在准备拍照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礼服 好像有要往下滑的感觉 像一般人碰到这个情况 大概都会用手扶住 因此许多网友都以为 baby应该会用手去扶住裙子 但是baby毕竟是明星 而且媒体镜头都在拍摄 自然是不好做出这种动作的 这时候baby就做出了一个动作 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用手扶着 而是直接用自己的两只胳膊 夹住了裙子 摆出姿势让大家拍照 而他对着镜头也依然面带微笑 看上去处理得非常从容不迫 看到这一幕全场都沸腾了 大家都纷纷夸赞baby真的很敬业 即使是面对这种突发情况 也没有第一时间就逃走 而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给呈现出来 不给主办方兜脸 看到他的举动全场摄影师都惊呆了 大家都说没想到baby的旧场能力如此强 真的太让人刮目相看了 大家觉得呢 可是这种转练 音乐 我现在就行 现在还能够